新年开训 海军各部队贴近实战展开训练 勇闯远海大洋 奋进深蓝 写中城 连日来 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针对亚丁湾形势特点 利用护航任务间隙 组织多课目实战化训练 亚丁湾中部海域战斗警报声响起 怕名目标后 指挥员果断向各站位号手下达指令 描点准确 解释射箭 预备 预备 放 林仪舰和东平湖舰再武器发射 成功拦截来袭目标 在亚丁湾另一海域 乌鲁木齐舰连续完成新年度多批护航任务后 围绕防务机物炸 支援遭袭商船 损管抢修等特情 展开舰机协同模拟打击 对空综合防御等实战化课目训练 新年开训以来 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从南从沿 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 战术编队 对地攻击 陆基模拟着舰等多课目实战化飞行训练 完成攻击任务后 战机迅速跃升 按照标准战术返航 呼鸣声由远及近 战机加入模拟着舰航线 在着舰指挥官的精准指挥下 飞行员不断调整飞行姿态 对正跑到中线 精准降落在陆基模拟着舰区 我们充分利用警戏 严寒 降雪 大风等天候特点 通过设置实战化战术背景 组织多场次 多科目 高强度飞行训练 检验飞行人员 战术战法 和勤务 机务部队综合保障能力 继续